以故香港巨星陈百强,Danny,离世25年,家人在故乡台山为他建纪念馆,收藏他生前的衣服,讲座,私人物品等。近日邮局展览馆很多珍藏品已不翼而飞。 香港训,以故香港巨星陈百强,Danny,离世25年,家人在故乡台山为他建纪念馆,收藏他生前的衣服,讲座,私人物品等。 近日邮局展览馆很多珍藏品已不翼而飞,歌迷还以办展览为由,到陈妈妈家拿走大批Danny的遗物。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,有读者提供一条陈妈妈与自称气女对话的短片。 从短片的对话中,气女称家里的观音,首饰柜的水晶,香框的都不见了。 据气女所指,质疑歌迷L于2月14日到访陈妈妈家中,拿走了大批Danny的遗物,并声称将于12月在大会堂办展览。 。 陈妈妈与自称气女对话的短片。 陈妈妈透过镜头呼吁歌迷L8陈百强的遗物还回给自己。 。 不过,陈妈妈自言没有收过歌迷L的借据或租用大会堂办展览的文件,气女问,那她到时候没有还回来的话要怎么办?你不怕吗?陈妈妈说,怕啊,我现在只能天天追问,打电话给她。 。 刚才电话有想过,但却断线了,我唯有不停打电话,希望她把东西拿回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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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女在问该歌迷是否给了一笔钱陈妈妈,陈妈妈否认道,给过一百块,约52令吉,红包而已,我没有收过钱,她也没有说借,只是说要上来跟我拜年,我知道是我大意了。 而气女就只会将事件通知Danny同父异母的兄弟,她还补充说,首饰柜的东西,箱框不见了,还把陈妈妈房里墙上挂住的东西都拆下来,所以我很气愤,很像有贼进屋被洗劫一空那样。 日前有人将这条短片上载到纪念Danny的社交网,粉丝纷纷留言,为什么要这样对老人家?Danny会很伤心。 很过分啊,不过也有粉丝质疑,陈妈妈几时有个气女。 苹果向Danny同父异母的大哥陈百灵了解事件,她以短讯回复,这件事我略有所闻,但我不是很清楚,也不想知道。 陈妈妈位于攀鱼的家中,放满Banny的照片。 陈妈妈家中的观音也被人取狗。 陈百强同父异母的大哥陈百灵只对事件略有所闻,但却不想回应。 陈百强,左,生前跟父母元宝,但很疼爱陈妈妈,右。 陈百强,左,生前跟父母元宝。 陈百强,左,生前一阵。 陈百强,左,生前一阵。 陈百强,左,生前一阵。